福建石市 古代泉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从这里飘洋过海的 不只有中国的瓷器和绸缎 作为人类物质生活第一需求的饮食 也在悠久的商旅往来中相互交融 成为承载乡愁的一种载体 来自山海的鲜活食材 在食诗人手中蜕变成一道道 清鲜香脆咸甜适度的桥香菜 中西河壁变化无穷 结束了三个月的福祭休渔期 食诗祥之渔港迎来了开渔节 正午时分 上千艘渔船从这里出发 载着人们的期待驶向东海 中午潮水推去 阿祥和阿辉驾着小船出海了 他们期待的渔货 就在这十多米深的海底 这一片海域位于晋江和洛阳江的交汇入海处 淡水与咸水交融的独特地理环境 孕育出远近闻名的石湖洪高巡 掌握好潮水掌退是捕捉洪高巡的关键 掌潮时螃蟹会随着潮水钻入笼子 无处可逃 退潮时就是收获时刻 昨夜刮了大风 凭借渔民的经验 阿祥知道今天定能收获洪高巡 洪高巡要让它才比较容易 让它把它赶出来 今天就很好啊 很大 高很薄 处于繁殖季节的雌巡 各大肉肥强健有力 人称铁甲将军 营养价值极高 现在野生红高巡数量减少 人工养殖的成功 不仅填补了人们的美食需求 阿祥他们的补屑生计 也得以良性循环 在阿祥看来 简单的清水白灼 最能体现洪高巡本来的鲜甜 正如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所说 世间好物 利在孤行 吃的就是螃蟹的本味 打开巡壳 露出橘红色的肥美高枝 令人垂涎欲滴 鱼肉既有河蟹的肉质细腻 又兼具海蟹的鲜美 营养高啊 很补 所以肉肉也是一样很补 原汁原味的海鲜 是渔民对家乡味道 最原始的舌尖记忆 家乡的味道 随人的流动带出去 异域风味又跟着返乡的脚步走回来 来来往往 食物从烹制方式到给人的味蕾感受 都在融合下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胡满荣是一位中餐厨师 儿子胡泽良留学瑞士 学的是西餐之作 中西融合的思路启发下 父子俩把家喻户晓的桂花炒蟹 来了个中菜西作 一说起桂花炒蟹 滑荞它就勾起它对家乡的思念 这些滑荞在国外待会儿很多东西 它吃的西方也挺好的味料 我就说我们桂花这些蟹 把价格进来 做了一个传承创新 满南人对于螃蟹的分类极尽讲究 具体到它们最为推崇的尖蟹 当然更要挑剔一番 不是每一只螃蟹都有资格成为尖蟹 论味道和人气 红高巡都高居榜首 当仁不让 拆蟹肉是制作桂花煎蟹饼的第一步 鲜美的红高巡肉 一点也不能浪费 都要物尽其用 闽南菜中常用的香葱 比起搭配西式菜谱中的基础蔬菜 胡萝卜 高频率使用的洋葱 在保留桂花炒蟹原始味道的基础上 提色增香 学习西餐制作的胡泽良 承担了调配密制酱料的任务 中式甜辣酱 西式沙拉酱 按照一定的比例调和而成 甜的中在酸 酸的中在稍微辣 这口味非常非常漂亮 柔软适度的蛋黄酱 在保持食物固有风味的基础上 赋予更加醇厚的口感 增进食欲 面包粉是增加酸脆口感的重要原料 柔成的蟹球按压成饼 做紧张的时候注意它能粘在一起 不能松 我觉得不能太紧 太紧的吃下去塞牙 那如果太松了太不成型 它就散掉 摆盘 画龙点睛 器皿的选择 色彩的搭配 都是吸引食客的要素 构图看似简单 实则复杂多样 又具有创造性 怎么能够用一道米食 呈现在客人面前 是个艺术性的东西 第二点 你这道米食 用什么口味 这地 让客人好看 好吃 第三点 你这道米食 用什么气面 来呈现在客人面前 我们原来讲就是说 色香味形气 现在加了个勇洋 红高巡 因蟹膏色红饱满而得名 在本地鹅胸肉做成的狮子头上 点一抹蟹膏 成为一道充满美好寓意的菜品 晚餐时分 一道名为师来运转的汤菜 来到食客面前 师来运转 请慢用 狮子头上那一点红高 寓意红韵当头 食来运转 这个汤真的不错 味道非常好 蟹饼香酥 汤味鲜甜 祝福都融在了菜名菜肴当中 此时 美食就是传递美好祝愿 最好的媒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